封兵乡长的补选作业在28号进行了投开票 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除了整个投开票所防疫措施滴水不漏之外 民众的投票率也似乎受到了影响 六抢一的选情相当的冷清 只不到五成的投票率 而最后是由江丽婷当选了封兵乡长 封兵乡长缺额补选 上午的投票作业各个投开票所防疫措施滴水不漏 即便是花莲目前为止并无确诊案例 不过防疫工作却是超前落实执行 下午4点开始进行了开票作业 这一次缺额补选六抢一 但或许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选情冷清 仅有五成的投票率 而平均五六成的投票率最后的开票结果 由待不出征的江丽婷 以958的票数脱颖而出 登上了这一次封兵乡缺额补选乡长的宝座 记者是预兵 封兵采访报道